63岁的周润发尽照衰老眼中,公开了永远不与成龙合作的真正原因。 周星驰代表搞笑电影,成龙代表武打电影,周润发则代表枪战,堵神电影。 如今,发哥今年已经63岁了,再怎么保养都抵挡不住岁月。 小哪哥,堵神,许文强都是发哥塑造的经典形象,跟周星驰合作的堵神系列被誉为双周阴城。 发哥和星也合作过,和刘德华合作过,和许多当时香港当红明星都有合作过。 唯独没有跟成龙合作,每每成龙发出邀请,都被知发哥婉拒了。 成龙说,如果我们有一天我和你拍一部戏,哇,成龙第四就是如果两人双剑合璧,一定可以威震四方。 而发哥不留情面低回,成龙,如果你要哇,那我们就不要合作了,我要一个好剧本,不要哇。 有人说发哥不和成龙拍戏,是不想给他人做配角绿叶,但是这一猜想很快就被否决了。 因为在周星驰与刘德华的堵侠中,发哥也只出现了几秒不到。 还有人猜想,是成龙与发哥不合,但是两人的合照又一次被否决。 发哥与成龙不合作的原因主要是两人的戏路不同,一枪一武打,两虎一争毫无意义,还不如各自管好自己的山头。 发哥可以带新人,也可以当绿叶,但是不会因为华众取宠的话,而轻易地去碰别人。 成龙的剧本主角光环太大,发哥去了肯定只会被贬低,所以发哥需要的是一个好剧本。 而如今,发哥63岁,成龙64岁,都已经连过花家,至今都没有合作一部戏。 讲真,还是真的希望有编剧可以写出好的剧本,把两个蒙虎首剧一起,也……不妨试一段加话。 講故事 讲真,还是好家人 众来啦 媛星长 这��合